如何在书架上找书? 要在书架上找到一本书 首先要知道它的所书号 所书号就像一个地址 它告诉你这本书在图书馆中的位置 图书馆中的每本书都有这样的所书号标签 所书号标签要从左到右,从上到下来看 现在我们在书架上找下面这个所书号 找书前,最好把所书号抄下来或是拍照 先看所书号的前三位数字 这个数字是整数300 接下来我们到书库 查看每行书架末端的标签 找出你的书在哪一行 这些标志告诉你每行书架的所书号范围 一旦找到正确的行 从最上面的书架左侧开始 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顺序 逐层查找所书号 到达底部后,转到下一个书架 按同样方法查找 当你看到所书号从300开始的书后 查看小书点后面的数字 这些数字要分开看 是72 沿着书架使用前面提到的方法 直到你找到300.72 然后查找数字下方的字母 这些字母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列在书架上 最后找出出版年 如此这般,你就找到你想要的书了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可以请图书馆工作人员帮助 感谢观看